在横电拍摄新戏的冯绍峰 这天出外景 身穿一套银色铠甲 搭配宽大的披风 胯下黑色凉居 一会挣扎沙场的大将军范 趁着后戏的空档 他驾着马儿绕了一小圈 找找感觉 发觉宝剑的位置不舒服 他立刻手动调整 之后挺直身板开始酝酿情绪 这小表情不怒自危 眼神也如利刃一般犀利 正式开拍 冯绍峰牵动缰绳 缓步行至队伍的最前方 然后吊转码头缓缓停下 这一刻的他还真的是威风凛凛啊 拍摄完毕 工作人员上前牵住马儿 将冯将军带回原位 随着导演一心令下 他又纵麻还行 连续拍摄两条 马儿似乎有些乏了 开始任性起来 冯叔刚要进入状态 他却突然低下脑袋 晃动身体 原本威严的冯大将军 表情一慌 瞬间破功 还笑出一嘴白牙 环节尴尬 好在他马上hold住了情绪 又恢复了酷帅表情 再度寻场一周 这场戏终于过关 冯少峰也放松下来 从助理手中接过保温杯 两头喝上几口 补充水分 此时烟瘾又不请自来 他干脆点上一根 和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抽了起来 香烟在手的冯少峰 会是温柔了不少 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还不忘和副将聊上两句闲颗 大战在即 好好享受这短钻的闲暇时光吧